咱们这期视频啊 是屏风马系列至关重要的一节课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刚开始走屏风马的时候啊 特别怕红方这种布局 那到底是什么布局呢 红方当头炮 黑方上马 红方上马以后 黑方出去 当红方出去 黑方先挑一个足再说 那红方进居过河 黑方补起自己的屏风马 红方此时亡起一冲 现在轮到黑方走起了 那黑方肯定平炮对局啊 左马盘和我还不熟呢 当红方平居压马以后 那么黑方退炮 我以前特别怕哪种布局啊 就是现在红方直接平炮 表面上看起来 黑方可不好走了 以后往前拱兵怎么办啊 我的马不好跑啊 我的马还有任务呢 给自己的炮当炮架子 那现在黑方正确的走法 到底是什么呢 这事啊 丝毫不瞒着你 如果让我知道 对面啊 是刚刚学习屏风马 我也特别喜欢 拿五七炮 来击不击我新手啊 总之屏风马是一句话 屏风马不是挨揍的脑袋 咱们呀 要以暴制暴 黑方点拱下路 说这部机啥意思啊 如果现在你敢往前冲 那我就平拱把你的八路马给压住 那很显然红方是不干了呀 当红方上了边马以后 黑方马退窝心 这一手机可是暗嗓杀机啊 以后准备平炮打死局 现在肯定有人不服啊 说你平炮打死局 人家炮击中族不是跑路了吗 咱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啊 比如说红方往前一撞 那往黑方平炮打局 当你炮击中族的一瞬间 我黑方完全可以不理你 选择一脚上马 那问题可发生了 一边马踩着炮 一边炮打着局 而且你这个局还不能吃马 当你把局闪开的一瞬间 那很显然中炮就白吃白喝了 这么走的话红方不利 如果红方可以想到这啊 肯定就不干了 我让你平炮打我 那就来不及了呀 赶紧炮击中族一将军 解救自己的三五局啊 那黑方往上一踩 红方再一杀 黑方平中炮 很显然中炮的劲啊太大了 你红方不管肯定不行 现在这个中局啊动换不了 比如说你随便走一招棋吧 那么黑方上马先手踩局 当你红方退局以后 黑方可以平中炮 双炮打你的绝 就是逮住蛤蟆钻出尿了呀 反正你也闪不开 你闪开我打老将了呀 你无论中间怎么补齐 那大绝上来丢一个肯定受不了 咱们书接前文呀 既然说你这个军是有危险的 那中间肯定得填子啊 新手特别容易填一什么呀 填一个中炮 相当的常见呀 你有中炮 我也有中炮 咱俩谁怕谁呀 但是您可别忘了 左炮右马是一对 左马右炮也是一对啊 你这个马谁管呀 黑方平中一抠 三路马相当的痛苦啊 你不想丢 只能跳过心了 那么黑方顺势往前一敲 以后眼看着人家陈底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不能平均跟我呀 否则我打中间 你更受不了 所以现在红方走了什么棋呀 比如说踏踏实实选择一步出去 那么黑方平均 眼看着我就要陈底 你还是不能吃啊 还是炮镇无子 所以没辙只能把马跳出来再说 那么黑方陈底炮 红方呢不是 黑方再平均 底线可就开了花呀 所以平中炮根本就不行 咱们呀直接捞干货啊 现在身为红方来说 必须得捕后自己的中路 那补哪个至关重要 现在红方不乐意走啥呀 首先向三进五不乐意走 四四进五也不乐意走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棋盘的左侧 红方是空空如也 就一个破码跟这守家呀 我还把将门冲这边 这就相当于啥呀 我把脑袋瓜子往前一冲 又不是你打我呀 又不是你打我呀 那不是找死吗 所以说红方多数都会走什么呀 向其进五一卜 自己的阵型相当的稳当 你黑方拿什么反击呀 那么黑方出局 看似平常的一招棋 其实可这暗藏杀机呀 你黑方往前一点 不仅鞠马动化不了 而且还掀手捉胖 你红方特别想走的鞠是啥呀 我平鞠对鞠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这么走不行啊 黑方现在把鞠一吃 那么红方我回去踩 人家的鞠太厉害了 直接平鞠压 是一个死马一个呀 上来就丢子肯定受不了 咱们现在呀 给红方想想办法 你以后准备进鞠 我拿什么防守啊 我刚飞起来的像 我不能再落回去吧 所以赶紧上马再说呗 那么黑方把局往过一调 一边捉着炮 一边捉着马 当你红方进局以后 您可瞅结实了 黑方来了妙手 说平鞠马就是三七路线的反击 咱们呀实施自己的计划 上马先手踩鞠 表面上看起来可是臭气啊 红方往过一杀 一边杀一个组 一边压住了马 那么黑方把炮往过一平 刚才跳马先手踩鞠 就是为了把炮平过来呀 现在你红方吃马肯定不行啊 比如说红方把马一吃 那么黑方陈炮一将军 你想落相都落不了啊 人家大中炮夹着呢 那没辙只能补事 黑方陈一将 红方落势 再吃炮一将军 全都给你抽了 那红方肯定必败 咱们实话实说啊 红方通常情况下 不会这么傻的 傻了八斤吃一个马呀 他不会的 他会平局一栏 咱们这个攻势啊 一定得记住啊 现在黑方还有妙手 就是选择一部平炮 自己这个鞠不要了 这边啊打你的鞠 现在红方的双鞠都丢着 所以没办法 他只能先吃掉一个鞠再说 那么黑方顺势往过一敲 您看这个棋 到底有多巧妙吧 首先马踩着鞠 而且炮呢 这边打着双呢 鞠还杀着炮 而且还盯着马呢 那红方怎么走比较合适呢 首先你退局捉马是不行的 是人家炮口 那你捉炮也不行啊 人家直接就敲过去了 你看炮看马都不行 人家炮还打着串呢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必败 当您看到这的时候啊 可能就有所感悟了 为啥红方五七炮 进三兵的布局 那是相当的流行啊 五七炮进七兵 简直是太蠢了呀 向七进五不行 那没辙 只能是六星武了 那现在黑方怎么反击啊 咱们可别忘了 平风嘛 就是三七路线的反击 他的七路线现在没毛病啊 所以要进攻他的三路线 黑方平炮 准备以后把炮往出歇 那现在红方怎么走啊 你飞哪个向显得至关重要 那假如说红方飞一部向三进五 他飞了一个花式向 那花式向的阵性弱点是什么呀 他相当的怕炮啊 所以黑方先平局 锁定你的阵性弱点 首先不给你退炮打局的机会 同时你想落下 我还不给你机会了 那现在红方走什么呀 比如说红方选择一部出局 那么黑方平炮 以后陈底炮他可受不了啊 红方肯定急眼了 赶紧平局给你拦住再说吧 那么黑方进局 以后准备平炮打局 底线可立刻就开花呀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受攻根本就守不住 咱们现在再给红方想想 那说就没有火路了吗 眼看着黑方往前撞足 或者往前敲 那我都受不了啊 那红方没辙 只能向其进五一飞 那身为黑方来说 如何才可以反击呢 黑方先敲过去再说 首先吃掉一个兵 同时压住了红马 我的炮还瞄着底下 何乐而不为啊 那红方赶紧出局 黑方平炮 这手平炮至关重要 以后准备浸泡塞向腰 而正好你的局啊 是闪不开的 我先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你平局不能拦 怎么办呀 让你眼看着点向腰子 肯定受不了 所以现在红方万般无奈 只能选择知识 一拦再说呗 那么黑方退居一吃 你这马不能白给我吃啊 所以您这个事还得落快去 黑方把炮往下一点 其实身为红方来说 要比刚才强了许多 至少自己的巷能跑路了呀 那么黑方把炮一平 很显然底线的攻势啊 又起来了 红方这么走 依然不满意 红方的五七炮近七兵的布局 逐渐啊被淘汰了 因为黑方的反击异度太强了呀 红方就不乐意这么走了 咱们通过这期视频 了解了一个什么事情啊 自己走平方马 不是光挨揍啊 一定要反击对方的三期路线 点关注不迷路 咱们下期视频更精彩